陈姓妇人的儿子刚入伍服兵役 而家中也因此守了一份收入 仅靠微薄工资的陈姓妇人 面对经济困境 除了祈求观世音菩萨的帮助之外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观世音菩萨从字面解释 就是观察世间声音的菩萨 如《妙法莲华经》 至观世音菩萨仆闪品所记载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苦恼 闻世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 观世音菩萨记使观其音声 解得解脱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则 观世音菩萨感应的真实故事 家住台中的陈姓妇人 正在佛堂前 向观世音菩萨诉说着困扰 期望菩萨能帮助她解决生活的困境 观音菩萨 慈悲的菩萨大人啊 我今年五十岁 书读不多 也没什么专长 我家的儿子也刚入武海军陆战队 剩下我独自工作上班 但是以我现在 每日微薄的工资 实在难以负担 平常的生活开支 想换工作 也没人愿意请我 恳请观音大事慈悲 求您带为我 寻得一份薪水较好的工作 让我能解决 儿子当兵期间 这三年的生活难题 突然 屋内光线微微闪烁 一旦微光 照亮了观音菩萨像 随即消失 虔诚的陈姓妇人 每日早晚都向菩萨祈愿 希望菩萨能帮助他解决困境 这一夜 他像往常一样早早入睡 守睡中 陈姓妇人耳边传来声音说 你想要好的职业收入 记得 明天早上带饭盒去做工时 要走旁边的小路 就会遇到有贵人帮忙 切记 切记 隔日 陈姓妇人拿着饭盒 准备前往上班 他家路口 犹豫地停下脚步 往旁边走 这是不是观音菩萨给的提示呢 小路上真的会有贵人帮助我吗 不知道老板说得很倒霉 不好意思 请问你是要去时常工作的陈太太吗 是 我是 我在旁边的工厂上班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最近需要一位专门负责 烧水泡茶 蒸礼茶壶跟碗盘的人 我们现任的那位年轻小姐 她老是怕把她的指甲弄断 所以老是洗不干净 我们需要另外找一位能胜任的人 我们每个月的薪水有三万元 年终还会有奖金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试看看 我当然愿意啊 好 太好了 那我们这边请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就是有三件零金 还有一些额外的福利跟物资金铁 厂房内 陈姓妇人穿着工作服 认真的烧火 泡茶 洗净茶具 但其他职工却开始议论纷纷 这个阿婆看起来年纪那么大 真是辛苦 她有办法做这份工作吗 对啊 或许应该找一位年轻的人吧 你们两个 不要这样妄下定论 这位陈大姐啊 是因为老板 有一次做梦 梦到一位自称观世音菩萨的少女 来跟她说 有一天 我们工厂的门口 会经过一位虔诚的妇人 带着便当走过去 因为啊 她的儿子入伍当兵 家中断了生计 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她 雇佣她三年的时间 老板也希望大家 都能够信任她 支持她 佛法果真无边 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我一定要努力工作 感恩这份机会 这是早年发生的台湾台中的真实故事 充满着励志与奇迹 它的坚持和信念 最终受到菩萨的神奇帮助 让一切如愿以偿 这不仅是一个有关于信仰的故事 也是一个关于努力和信心的故事 您觉得呢 请问师父 我们一般人常说的心诚则灵 真的任何事都能靠祈求就可以得到吗 现在问的这个问题主要是说 我有什么愿望 我是靠祈求就可以得到吗 当然可以 因为祈求 那肯定是你要求福报嘛 我们起心动念啊 每一天时时刻刻都在加减成熟了 如果你要祈求福报 那你就要多减成熟了 恶念起来就把它转成善念了 这样啊就会有感应了 因为这个根据这个祈求啊 我们一般常理啊 一定是求福报嘛 先从这里下手 那进一步再做到这个一念不深 那个是层次更高了 所以古人啊 有既功过格 还有在感应篇会篇也有这个黑豆白豆 他就用这个黑豆白豆 每一天起一个二念丢一个瓶子装黑豆 起一个三念丢一颗放白豆 刚开始啊 那个黑豆啊一整瓶 那个白豆两三颗 都发现二念这么多 三念才这么一点点 后来不断去调整自己 不断的起三念 二念减少 这样修了三年啊 他就只有白豆没有黑豆了 后来他就这个就不用了 就不用了 那时候就存善了 进一步就是自存了 一念不深 靠祈求就是说你怎么求嘛 你用什么心态求嘛 关键在这里啊 当然可以有求必应啊 佛社门中有求必应啊 这个是真理啊 关键就是你用什么心态去求 所以我们这一个问题就是 一般常理一个逻辑就是求福报 不然你要求什么 这个经典上求长寿得长寿 求身体健康得身体健康 求儿女得儿女 求财富得财富 求官位得官位 那我会求这些嘛 世间人的人天福报嘛 这个是我们根据这个问题的一个 一个一个简单回答 请问师父 当我们在困境中时 要怎样做到 对菩萨有绝对的信心而不退转 对菩萨有绝对的信心 还是要从这个深入精涨 就是对经典的理论要深入 越深入信心就越增长 如果对这个道理没有深入 这个信心就比较肤浅 就是很容易就动摇了 特别我们遇到一些逆境 不如意的事情 这个信心很容易就动摇了 因此对于这些感应之理都在经典里面 所以听经文法深入精涨是最重要的 而且这个经也是天天要听 天天提醒才不会忘记 所以佛为什么出现在世界 天天讲经说 天天提醒不能忘了 像那个方孝儒就是一个例子 他的孝子贤孙 他很有成就当大官 但是是他们家 方家的宴庆在这里 他祖父要埋葬的时候 红衣人来给他托梦 给他父亲托梦 就是说宽限他三天 让他搬家 他做了这个梦 他也不以为然 其实他祖父要去葬的时候 一挖呢 哇 怎么实现 他放火都烧了 就葬了 葬了之后他又梦到这个 红衣人来给他讲 你说你灭我的主 我也要灭你的主 也就投胎到他家做他的孙子 那很乖啊 很会读书哦 做大官啊 但最后去得罪皇帝 他也算是忠诚啦 那个向皇帝欠见 皇帝不听 他就讲话就不好听了 把那个皇帝惹恼了 他说你再讲我就灭你九族 他说你灭我十族我也不怕 好 我就灭你十族 像这个例子他是孝子贤孙 光宗耀祖啊 但是后来啊 就是给他们家带来这个灾难 还有太上感应篇 有一个商人啊 他就偷人家的偷金减两的啦 临终的时候就给他的儿子讲 他父亲就给他讲 他说你要知道啊 你父亲一生赚这么多钱 就是靠这个偷金减两的 他说你这个 你要继续使用啊 你才会赚钱啊 他儿子有道德观念 他说这个不行 他说这个啊 说这个是亏心事啊 这个是犯偷盗啊 这个不好 那表面上 他对父亲的孝顺啊 表面上答应 但是他父亲往生之后 那就废掉了 回回几几做生意 后来他两个儿子呢 没有几天都死啦 他就心里很疑问 他说我父亲做这个 不好的事情 我把它改过来 应该要给我 好的报应 怎么 反正我两个儿子就死了 他就心里 这个很多疑问啊 好像做好事没好报 后来那天晚上就梦到神明啊 来给他托梦啊 他说呢 你不要怀疑 你这两个儿子啊 因为你父亲啊 赚的那些钱 都是不是良心的钱 上帝派两个败家子 要来败你们家的家产的啦 那现在看你呢 你把你的父亲那个 不好的改过来啦 现在上帝把这两个败家子 收回去啦 他后面会再派两个啊 好的啊 真正报恩的来啦 你不要怀疑啦 所以这些一家人啊 总是有这个四种言嘛 报恩 报怨 讨哉 还哉 那世间环夫 肉眼环露 那不知道这些因果嘛 所以有一些 他信了佛很虔诚做好事 反而有一些恶报 那也不是坏事 是消他的业障 那种也全报 因此这些到底都是要深入啦 才不会有疑惑啦 这个多看安世前书啦 了凡事信啦 啊 感应篇 慧篇啦 这些发明这因果报恩的 理论跟事实啊 讲得都非常透彻 那佛经讲的是最 最深入讲到三世因果 所以还是要从这个 因果交易下手 才能挽救这个世界啊 不能现在这个世界乱的不行啦 当宽进去是努力的工作者 为自己和儿子的未来而奋斗时 他渐渐地得到了同事们的尊重和支持 也感染了身边的人 而他们的故事也成为 人们口而相传的家话 众生有感 佛菩萨有应 诸佛菩萨 你只有见到他 或者是文明 无不吉祥 感灵到教 寻找观持音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